我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的一个状况是这样 当然延续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会大家非常关注 意思就是大家都担心会失智 所以失智的一个问题 如果已经变成人格改变 这个人不太认识 原来是温文儒雅 现在怎么变成了整天 这个骂东骂西的 不过这个讲讲 好像自己也有点这个倾向 这个是不太对的 但是如果登到这个 或者说跟这个社会的一个互动 越来越切断 不愿意去跟别人有所互动的时候 这相对我们知道 这个大概是有问题 需要去这个医院看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事情 在这个之前 或者说同时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某些的一个穿着或者是应对 分不清楚时间 季节 场合 某些人见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当然要有不同的应对的一个方式 那以前会做的是 现在做的相对就好像困难重重的意思的时候 这个我们也要担心 也要去医院看 但是更大家 让大家担心的就是关于健忘 关于记忆的一个问题 常常把东西错放在不同的一个位置 东西会丢掉的意思 然后想不起人民或者是物品 或者是物品放在哪里等等这些情形 不过这个有很多 其实是我们老化本来会产生的 但是如果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 这可能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老化 记忆的比较稍微薄弱一点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退化的问题而已 就要考虑到失智 失智的状况就是说他忘掉 而且你跟他提醒的时候他会否认 他说譬如说这个饭已经煮好了 现在可以吃了等等 他会说不是才刚吃过吗 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正常的事情是说 你跟他提醒说吃了是什么 他会想起来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他还是会记得 你给他提醒的时候他会记得 你跟他讲钱包忘了 他说对 那他跟他讲钱包忘了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我们忘掉的东西是什么 里面的钥匙 他如果说也不知道他忘掉钱包 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 那碰到的人也不认识 包括他的亲人 这个都是让人家比较担心的 真正失智比较大 八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他这个心脏 这个大小是还好 可是整个肺脏让你看起来 不是那么放心的 就是表示可能抽烟 或者是慢性脂细管 炎长久的一个影响 动脉硬化的影响 所以他这个主动脉 本身的一个宽度也比较宽 所以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病人 除了我们都会去关心他 可能心肺功能以外 对他一个认知功能 这也要非常重要 所以他会觉得说 家人会觉得怪怪的 就是说随着年龄再增加 尤其最近半年来 发现他很多事情跟他讲了 他都忘掉 而且常常会讲说 你有跟我讲这回事吗 所以这个表示对记忆力的丧失 这个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然后过一阵子 更大的一个问题点出来 那是什么问题 就是奇怪 原来他会用手机打电话 觉得手机怪怪的 不会用手机 然后后来讲 怪怪的 连手机这个名字也叫不出来 讲话讲不出来 这个认知有问题的时候 家人这时候给他带到医院来 当然神经科 一时一看就知道不对劲了 赶快给他安排做电脑断生 因为我们对人事实地物 这个认知的功能有问题 然后表达的功能也有问题 好像要讲 讲不太出来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这些都是表示 我们整个大脑的运作发生问题 所以电脑断生看到 这个是有问题 那大家看到这个白色 那就表示 这是不是有中风出血 所以在那个位置 那造成这个大脑运作的问乱 是不是可以解释这个 所以中风出血型的中风 是不是这个状况 这是这个病人 电脑断生的时候 看到确实有出血 可是这个地方有水肿的情形 这跟一般的大脑的一个中风 出血型的中风 还是不太相同 位置也不太相同 那这个病人 在给他做核磁共振的时候 一样这旁边白色 这个代表是水肿 这个其实是肿瘤 然后里面的部分 有些是出血的部分 所以这个肿瘤出血 再加上附近的水肿 造成整个一个大脑 你要运作上 当然有困难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又是左边的大脑 所以会显示出 包括讲话都会发生困难 认知有问题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范围事实上是蛮大的 所以表示一个脑瘤 它可能在生长的过程中 因为它一开始 长在这里的时候 它可能负责的区域 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当然它就不会有明显的一个症状产生出来 但是刚刚那个位置 它慢慢大到一个星星 压迫到这是我们的语言中心 这个大到压迫到我们整个一个 捏液或者是额液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这方面比较高层次的一个理性的运作 它会发生问题 记忆也会发生问题 所以大脑是一个 它可能某些地方 它会执行它的功能 没有错 但是有些地方 没有特定功能的地方 发生问题 一段时间 慢慢的它去影响到其他功能 或者是脑牙增加 这时候才会产生出症状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过一阵子忘掉 这好像是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常常发生 而且发生的情形频率 伴随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时候 这要特别小心 一个三十几岁的女性病人 不是她 骑着车 当然也不是重型汽车 骑着摩托车 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以后 记不清楚 为什么发生车祸 平常发生车祸 我们会想说 是不是在这里 一个转弯不小心 完全记不起 那大家会想说 这可能是撞击后 脑伤 一下子突然间 脑震荡所造成的影响 是 这个约略也可以解释 但是发生不止一次 那后来 也发生 这个 情绪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 非常的忧郁 那 忧郁的一个情形之后 另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它是生产后 所以产后忧郁 似乎也很常见 也可以解释 但是 一个常见的东西 加另外一个常见 两个加在一起 再加上 它脸上的表情 没有什么表情 这些 在在 都让人家非常担心 再出现一个 另外一个症状 这是我们神经科 郭启忠 医师 他是非常 对神经的症状 描绘得非常深刻 就是 一边的那个 肢体的那个张力 会突然间 不对劲的那个情形 一边的 也不是中风 就是这个 这些症状 加在一起 就让大家非常 这个小心谨慎 结果是在 这个地方 这是在大脑的 孽业这个地方 这是孽业 这是前面 这是前面 额叶的地方 孽业 孽业因为他不管 什么样运动 什么直接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血管流 他这个地方 慢慢长大以后 造成那个地方 神经线路的一个短路 就是他所在的位置 跟我们的一些思维 跟我们一些抽象的思考 或者我们的情感 有比较多的关系 但是他跟其他地方 也有相通 所以他的症状 就不是那么样明确 但是最后拉到车 到最后的结果 是在这个地方的血管流 这个除掉以后 他的这些症状 就完全解除掉 一个八十岁的 一个女性病人 出现的一个症状 就是典型的 大家会觉得 就是失智症的 这个状况 记忆力不好 反应非常迟缓 跟他讲什么 好像这个 时序要按了好几秒以后 才开始有反应 那这个是失智 年龄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然是这样子 那于是带到神经科的门诊来 神经科的医师 给他做一些检查 人事时定悟 确实好像都不太对 给他叫 请他画一个 这当然不是这个病人 请他画一个 时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三点二十分 这个不容易画 画不太出来 搞了半天 画不太出来 但是神经科的医师 绝对不是 凭这些检查 然后就直接讲说 这个就是失智症 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 失智上 譬如说 我们要抽血检查 有没有一些电解值的问题 我们要有影像学上的一个检查 那这个就是在怀疑 不是那么单纯的状况之下 因为还有做其他的神经检查 发现有些状况 给他做了核实共振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大脑 前面这个地方 这是横尖面 这样看的时候 这是前面的地方 这个肿瘤在这里 这么大 而且已经跑到对岸去了 这么恐怖的一个肿瘤 这么大的一个肿瘤 那从侧面来看的时候 范围是这么大 是在我们的额叶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 额叶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 总指挥受到这么大的 一个肿瘤的影响的时候 当然他的一个灵活度 调度度 他的一个指挥的状况 逻辑性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当然可以理解 所以不一定是看起来 是失智症的一个症状 就代表是年龄 这个阿兹海默士症 画上等号的意思 背后还是要去查清楚 所以这个病人开刀 神经外科医师跟他开刀 开完刀以后 肺部功能要怎么样照顾 像这个有肺炎等等 费尽心思 然后开完刀以后 因为这个肿瘤很大 所以给他拿掉以后 有一些空间会存在 所以也会有出血的这个情形 那有一些是要给他引流出来 那么经过了 这是大约一年左右的一个情形 前面的肿瘤全部不见了 那生活的一个状况 也明显的一个改进了 当然这个有一些血块 他都是慢慢的吸收水肿 这些都是会慢慢吸收的一个情形 所以告诉我们 失智症里面10%的 失智症的症状 其实背后是有他的原因